《聖經》中有一個故事 是99隻羊的故事 他說教會或信徒不應該只照顧教會的信眾 而是去羊欄照顧第一百隻迷失的羊 我叫吳慧冬 是香港社區組織會 社區組織幹事 今年54歲 做了社工這行業是31年 25個口罩加一個睡袋 你這張電話可以嗎? 我這張電話 你這張電話在說 我電話在這裡 方便了 沒記性 這張電話怪不怪? 我這張電話收拾也不要 噢 裂了 你怕不怕被人偷嗎? 怕不怕 不怕嗎? 不怕 那你去充電嗎? 充電我去小老婆那裡 小老婆? 10元 10元? 10元 10元 我是香港出生的 我的童年其實比較特別 我通常是星期日 跟著我家人 就去工會那裡生活 我小時候看的書叫做《工人血淚史》 它寫的就是 一些基層的工友 去到受工傷的時候 要追討賠償是超級難的 很大的提醒我就是 基層的聲音 其實各社會真的聽不到 但到三五班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社工裡面 有一部分叫做社區組織工作 就做到現在了 近幾年 政府終於 才有貧窮線界定 接著界定香港有超過一百萬的窮人 我們這裏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柱光行動計劃 這裏就是幫助基層市民發聲 毛家姐 更新人士 還有做精神病 復原人士 幫助基層市民 看他們有甚麼需要 去協助他們 今天謝謝你 幫忙做義工 去拿飯吃先 待會六點就幫忙 好 幫忙 這些是新的 現在人買的 買出來 買一個 買 去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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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今天怎樣 生意 現在五元 買二十元 你賺的五元就買到薑了 二十元買不到 買不到 買不到 五元買到甚麼 五元哪有買到 你才知道 你老公那個 認知障礙的狀況 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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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最慘的今年 阿東挺好人的 不是說甚麼 經常問我們 問寒問暖 身體好 兩腦怎樣 生日怎樣 有甚麼困難 幫我們 他好幫我們 真的 阿正 合不合 兩元給你 其實我們由 九九年做盧叔姐工作 勞叔救濟會宿舍 宿舍的環境 不是太理想 日早 朝九晚六 所有人要離開 當然他的目的 原意是鼓勵所有人 去找工作 如果有個朋友 他是晚上上班 日早要休息 這些 無家姐 就進不了宿舍休息 因為這樣 我們一百年 會自己搞宿舍 相對 宿舍要環境 希望好些 好 謝謝 我們這裏有家宿舍 六間房都有門 保證有私隱 另外這裏有電視機 雪櫃 亦是共用的設施 甚至冷氣機 亦是可以共用的 這裏的綠色 是說十二大規條 最主要就是 權利責任 有權私隱 這裏設施 但責任就是 保障清潔和衛生環境 最主要就是 這裏有家 其實是一個 24次開放 就不會有一個 時間的限制 是 那些人和我 在通宅街公園 我在那裏露宿 我就在那裏露宿睡覺 沒有押遮頭 移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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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裏被人 踩到他的手指 踩到他的手指 爆了 那時 阿東那些職員 他那裏批口罩 問我們想不想住 介紹到我們這裏 很感謝阿東哥 有遮頭也好些 他可以住到 接近兩年 如果他需要的話 現有的 無論是政府宿舍 還是非資助宿舍 都是最多住 三個月至六個月 這個我不理想 有些露宿會再露宿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兩年 起碼都幫到他計劃 讓他存錢 或者協助去改變他的行為 從而應對將來的住屋 或者工作再穩定 好 我的名字叫雲成 我想當時我也是一個巧合 遇到一位社工 他深信他也是很想幫一些 走失了的朋友 阿成 他是一個紮鐵工人 薪金很高 想像他一個月一定很容易過三 錢來得快 又去得快 他是賭錢 搞得他妻離子散 他也是露宿的 但是今天我也很欣賞他 他還是跟著我去探訪 派衣服給露宿者 甚至有時 我未必有時間 他帶同事義工去探訪露宿者 這個也是很難得 很短持一下 我叫他 有一輛車子過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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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醒大家 都是那個情況 可能有些人以為有東西派 就過來拿 其實我們說明是被無家者 就是他躺在床上 就不是站在那裡 我們跟著人派 跟人排 跟人排 我累不累 累的 但沒想過放棄 其實我們面對一群放棄自己 很容易失望的人 如果我是社工 我沒理由去放棄他 如果我放棄他 就更加印證他認為社會在放棄他 有些父母會經過老師大聲 教兒子說 兒子你勤力去讀書 以後便會睡覺 其實老師真的聽到 家長大小孩經過老師真的聽到 所以我希望社會多些包容 每個人都有他的恩友 而老師並不是罪 他睡覺也不想 他經歷了很多 我覺得很不開心 他經歷了很多很不開心的 所以他 就是這樣的處境 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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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8、9、3 我们在2005年开始搞第一队足球队 我们有十大规条 我们说踢球不可以说粗口 不可以吃烟、不可以喝酒 根据标准是根据毛家姐的行为 来作出的 至于四个月的足球训练 其实他们要学懂 就是要鼓励自己 即使面对挫折 都可以不要放弃 其实老叔姐为什么会没有那么成功 因为他们不计划 他们从来不会计划明天 但有一天他们跟我踢球时 竟然因为失败而跟我说 哦 下一次要约一队 差点球队来嘛 那就有机会赢了 因为他们试着想下一次 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回快点 是 跟着 跟着 我想我最想带出的都是 曙光精神就是 鼓励大家不要放弃 全国全国 永远放弃 是 好 下一次 好 下一次 好 下一次 1 2 3 4 2 6 7 1 10 上 下一次 上 下一次 上一次 上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